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道家慈航为台帝 万千万生来朝礼 共转世界永何平 三六天港南天来 其二天是天心海 五百尊者独祖林 五百尊者独祖林 那祖先牌位对后代的影响 当然一个人的不成功 或者一个家里不和谐 甚至于身体不健康 祖先的牌位可能是原因之一 它就是百分之百 像刚刚我们前面两位法师讲师的分享 生意或者是身体健康 在风水上其实还有自己的福德因缘 那祖先的牌位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 所以我这么也提到说 如果你的事业总是经营难成 总是经营难成 容易犯小人 容易被倒在 不是什么事情像师父跟我们开始说 大家都会做祖先 不是什么问题都先归咎于祖先 而是我们透过用意 来找出问题在哪里 然后家庭的合缘 成员不和谐 没有办法认真工作 辞家归属感不好 公民不行 失业升迁有难成就 死女已结婚期难成家 或者是结婚生育难 传承祖先的那个严肆困难 尤其是后面两项的印证比较多 然后外排的字数不如法 两生合一老 两生拱一老 中间是生老病死苦的字去做循环 中间要生 龙边的字要高于火边的字 会比较有贵人 然后如果你外排的字 我们还曾经服务过 那个堂上历代祖先什么事 那个都是空白的 有时候其实每天在上厢都不知道说 到底那个地方怎么写的 所以我们也查过其他的派别中门所在写的 那个所谓的祖先牌位的写法 然后我们透过用意 还有就是现场我们帮人家按祖先服务完之后 一定要三胜碑 才能够求他的谨慎跟圆满 都会觉得照我们中门的法语来做 都得到很大的殊胜的一个回应 然后再来就是祖先的那一排 第一排一定要有写 常常会有缺漏 那是一样 贤祖考比 考比同一列 什么姓氏的祖先诸林位 字数就是要合身 然后排列 常见的状况 还有是里面是拜空白的 然后上下那个明慧 祖先的姓名 写错的 顺序有错的 然后有遗漏的导房工妻妾 然后还有夫妻没有写在同一面的 那我记得我当下就问他 问子孙 我说因为当天父母亲不在 那是我们的闲事同修 我说你父母亲感情好吗 然后就跟我讲说 老师这个就是很难说了 因为男生一面女生一面 还有正面背面 这个状况很多 还像木刻牌打开这样子薄薄的一片的 其实去服务的时候就觉得说 坊间的这些写 狗妈牌的那个样式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那他们说也是找老师来写的 那再来就是还有活人的名字是入牌的 就是他把神主牌位当作是那个 墓碑的方式在写 再来就是 祖先的狗妈没有分货 然后就像刚刚讲的是当天 他是对天呼请的 那也不知道请到是谁来的 再来就是祖先的名字 不知道他就没有写 他也不会写 然后还有长辈没有过世 然后我们讲说要英灵或者是妖王儿 他就已经入狗妈白 还有就是拜姑婆的等等 这个在维新圣教的那个文献 还有那个法译里面都有去记载到 还有双姓狗妈 然后就是那个父亲入罪 母亲 然后到底子女后来要怎么拜 就是弄得非常的复杂跟凌乱 那里就称谓的人 上面就会开始写说 我的祖父是谁 父亲是谁 可是到了下一代在讲的时候 他的祖父 那个祖父 那个辈分都已经混淆了 还有就是过房的问题 就已经直接写在上面 然后恩公 长公 这些都放 同样放在一个祖先的狗妈戛里面 还有没有血缘关系的都放进来 这就是长仙的这些状况 还有就是这种 偏见所造成的错误 我们也曾经就是 不管是占卦或者是寝室圣碑 有些是因为恩怨情仇的关系 可能是在世的时候 有一些的恩怨情仇 对祖先对王者有些痛恨 或者是是非纠葛 他不愿意入狗妈白 或者是不让他入狗妈白 等等之类的 会有造成一些的 子孙的厄运缠身 所以后来都透过要在 我们所谓的水陆法会 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解冤事结 的一个事情之后呢 再回来还是要依照我们的法仪 要帮他进狗妈白 但是一定要先把这个 祖先的这个解冤事结的事情 给做好 然后祭拜那个狗妈祖先的牌位 就当然 因为九旋七族 我们的祖先是九旋七族 外面一牌 里面就是 里面就是内牌 就是九块牌 这样总共十块圆满 那牧牌最好就是圆牧的 那曾经有内牌写在纸上的 这个我们也沾挂过 其实祖林会安 但是因为可能是时间久了 那个湿气的问题会腐朽 所以如果是在那个 可以安奉重新腾血的 那个折疾日要再打开 还是给它换为所谓的木牌 再来接下来 哇 第一个惯例 它没有办法显示图像 当然就是会有很多的原因存在 所以我们去沾说 他心性不稳定 然后喜欢在外面交际 不喜欢在家 刚刚讲到其实有一个这样的原因 很多的包括什么辅导老师 都辅导过了 就会去 我们就信众来问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不喜欢在家的原因为何 那这个 抱歉 陈基赵玉洞 它第四摇的阴摇 就是父母摇洞 然后又有人疼舍是来克子孙瑶的 来克士瑶 那我们就研判是阴宅的问题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学过 易经的形式同修 比较可能比较能够容易理解 沾挂的部分 然后 然后我会就再来就沾说 因为刚刚讲说研判是祖先的问题 那再继续问 是不是 那某某人他住在什么地方 心性不稳定 喜欢就是在外面交际就不回家 那是否是跟他的祖灵不安有关 那得到的是 吉丑月甲续日沾挂 得到的是山水蒙洞 一二六 然后第一摇跟第六摇 都是祭神父母摇洞 然后又祭神是洞来克士摇 所以我们就研判说 确实是跟祖灵不安有关 那跟祖灵不安有关 所以我们就得要打开 他的国麻牌来的写法 那我们就先问说 他国麻牌是不是写法不如法 因为其实风水 阴仔的风水 有牵得到他的奥 或者他的 刚有谈到的就是 他的神位可能是对水塔 或者是路冲等等 一些必到的问题 那我们就再仔细沾说 那是不是跟他的写法资料 不如法有关 然后动了四五六 天风沟动四五六 然后第四摇关鬼摇动 那代表说 你所执意的这个命题 你这个詹的题目 这个优语是没有错的 他的内牌写法不如法 那第五摇兄弟 画子孙 还有父母画兄弟 那这个其实我们就打开 那个神主爬背 就可以去印证说 他的写法不如法 是印证了什么事情 那打开国麻牌 一定要择日 其实我们是要先择日 打开来抄写资料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 一些资料的一个厘清 跟汇诊 再来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要去回应 去呼应到 师父所传的那一本 拜佛求祖先的 那个祖德流芳那一本 里面有谈到那些的 那个写法 还有那个挂力 那个写错的问题 等等的去印证他 那就是 我就有一个新的命题 那个祖先的古马卡 就是因为 请示者跟我讲说 他其实他觉得 别的派别的老师 帮他服务完之后 他说因为那天 我们要回来做水陆法会 要回来做法工 他说他就请了人 帮他做和颅 可是他做和颅 他觉得很不舒服 他心里有挂碍 还好他有拍照 那拍照他就 第一面我就问 你的怎么会是红色的鞋啊 那这个我后面 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两个礼拜后 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老师那个某某人说 他的用红色鞋 他说因为我们这个 我说是不是你们 这个地区的风俗习惯 所以你们的宝妈白那边 外排是用红色鞋 他说因为我们就只有 这一家在卖 所以大家都跟他买 所以都是红色的 他说他们那边没有 好 那我就再沾 说如果外面那个红色的牌 那个牌 是用红色的底来写 祖灵是否会安 那得到的是 父母摇为用神 因为我是问祖灵会安否 是父母摇为用神 第五摇父母摇是月破 然后四摇又空亡 然后初摇 你那个白虎又动画 观鬼又绝于日程 所以我就说 可能是祖灵不安 用红色写 然后内牌 他也用红 因为他全组都是红 那红 内牌用红色的来写 对子孙的财库 吉凶如何 子孙摇为用神 第六摇父 子孙摇是空亡 兄弟摇动画回头 生 然后你来刻七财 又绝于日程 所以你要求子孙 要求财 库都没有 又六合画六冲 再来就是 内牌用雷射雕刻的金字 对子孙吉凶如何 也是问财库 七财 服长 不忘 又画六冲 再来 那我们就沾说 那用那个 因为现在有那个墨水 是自来水的 自来水笔 那种墨水 奇异笔 原子笔 签字笔 都去给它沾 因为刚刚讲说 雷射雕刻 后来沾的还是要 我们所谓的 磨磨的毛笔 连墨水都不行 因为磨磨会有 黑色的一个矿物质 代表就是一个地 那祖先就是天 就是有天地 天地感应 就是代表 对祖先的一个敬奉 所以用墨 这个讲的 这个墨水笔 是自来的 那个黑色的墨水笔 还是没有办法 得到所谓的 子孙的财库望向 那所以 建立正确的 狗马牌的 那个神位 的那个牌位 当然我们要 建议这个案组 你要申请 那个全户的户籍腾本 因为必须要有名分 一定会有评有据 然后在户籍腾本上 就名分 代表它有权利 然后依照 刚谈到的那个 维新生教 宗主婚元禅师 跟文堂老鼠 师孙所谈的妙法 这些方法来写 外牌唐号 然后天地人三财 三牌 然后用那个黑色 毛笔写 然后错误的原因 就是结论 第五章结论 就是没有以学术 为依据 就是刚刚讲的那些户籍腾本 或者祖谱 就是人家前面怎么写 我这个老师去 我再帮他这样子写就好了 这样其实是还没有办法 给人家做圆满 然后写主牌的时候 如果有导房 双姓 甚至于是 祖先冤结的问题 这个就要先做 透过宗教修行的法仪 那再来 祖先牌位在家里 扮演着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象征的是 祖先所居住的地方 更是我们血脉相连 跟文化的一个传承 然后中华文化 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信仲把这个祭祖 作为是一种 圣中追远 追跟溯远的一个表现 对我们逝去的祖先 这种尊敬跟思念 对孝道是一种实践 也是一种重要的礼俗 那台湾的祭祖 就会非常的丰富跟深刻 反映了我们原始社会 跟中华文化的宗教精神 对祖先跟亲属的一个 深厚的一个情感 那维新圣教宗主 火源禅师提出 世界和平 从祭祀祖灵的起点 为起始的一个观点 使得我们祭祀祖灵的 一个活动 并不是只有在家里的 个人信仰 更是社会宇宙和谐的一环 维新圣教宗主 火源禅师 创教维新圣教 就是在强调我们所谓的 一个社会的均衡跟和谐 那其中人跟超世界的一个和谐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透过祖先排位的一个讽刺 不仅是一种宗教的仪式 更深深的层面 是我们一个儒家哲学的一个体现 具有社会教育跟政治的稳定 那透过研究者的深入研究跟了解 我可以更加的了解说 把维新圣教这种世界和平的 这个独特的天命跟价值 转换为现代社会的建设 跟和谐发展 报告完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We are allowing each of our speakers 20 minutes I think we'll hold discussion until the end and see how much time we have left to work on things our session this morning is going to center on the I Ching I Ching So Professor Daniel Paraca is our first speaker Daniel, you're on Okay, should I stand over there? Yeah So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with everyone I was really impressed with Master Yuan Yi's divination demonstration yesterday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and a lot of things that confirmed practices that I've used but also very different from things that I've learned and practiced First time that I ever really tried to do a divination was all the way back in 1986 and I was serving as a Peace Corps volunteer in Sierra Leone, West Africa and we had a rest house area where the Peace Corps volunteers who worked in the one region of the country would gather in the city of Kabbalah volunteers had been coming to Sierra Leone for 20 years and they would leave their books in the rest house and there was an I Ching in the rest house and I picked it up and I started learning on my own and the next thing I knew I took the money and the plane ticket that they gave me to go h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Sierra Leone and I flew to China instead and I found a job I landed in Beijing I didn't know a word of Chinese this is in 1987 it took me about a week to find the office of the Foreign Experts Bureau and then the next thing I knew I had a job teaching English in China and so I've been learning about China ever since and I really fell in love with Chinese culture my wife is Chinese I go back to China every three or four years I haven't been back since before the pandemic now but context matters so I thought it would be good to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my background and why I'm interested in the I Ching these are all the things I'm going to try to talk about today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is relational context of the hexagrams and trigrams and the teachings the three teachings so is what interests me that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have lived together and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in China today or in the 80s when I was there you ask people about religion and nobody says anything they're not practicing religion but they're all practicing all of the values from these three traditions and it's a very lived experience and so my belief is that to understand the I Ching you want to understand the Taoist perspective the Buddhist perspective and the Confucian perspectives and how they might inform each other and create something deeper and all of them focus on the middle path in different ways of equanimity of being patient and calm and hav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and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first 12 hexagrams which is a lot hopefully I'll get through that many it's quick I think overall and they appear often as opposites you know Qian and Kun the first two right they're all solid lines all broken lines they're the inverse they look like opposites right but they have so much more in common than they do as opposites and so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quite a bit and we may have some advice and future considerations also I think the I Ching is most useful when applied to real world situations so when I'm talking about the 12 hexagrams I'm going to apply them to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today and our current context so I started using I started doing divinations on the first day of class in my introduction to Asian studies course about five years ago and I've done it with every class every semester and I teach intro to Asian studies regularly usually I teach two sections I teach at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it's a very large university 45,000 students we're the second largest in the state and most of our students are low income first generation students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China and what they do know is stereotypical and pejorative largely they don't have a good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at all so and so when I do a divination for my whole class I don't ask individual students to pose a question I pose the question for the students and the question I usually pose is what do I need to do to succeed in this class and you know the I Ching doesn't say read your assignments but you know it always gives good advice and whatever hexagram you get 64 hexagrams all the advice is good advice in my opinion and usually it tells you things like you know develop a relationship with your peers in the class things like that that could help you succeed all right oh so I have a question this is a what is this a picture of and what's what stands out to you about this picture oh you can see it it reminds me of my classroom when I was in the first grade I haven't worn those clothes for a long time very good yeah it looks comfortable yeah any other observations of things that look unique about it's Confucius with his students it was given this image I don't know when this image was made when it was painted it was given to me by a professor Kung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who claimed to be the 72nd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yeah there's a lot of those a lot of descendants of Confucius anything that stands out all men seems like it yep one that could kind of looks maybe like a woman hard to tell yeah everybody is looking at at this thing in the middle right in the foreground what is that it's a yeah it's a mountain right they're studying the mountain okay next slide so I love mountains so a lot of what I think of these I try to understand these traditions and largely from a sort of a green religion kind of perspective and I love being in the mountains and hiking I've taken groups of students to hike the sacred mountains of China we've visited lots of really cool mountains over the years and this this excerpt from Dogen's famous Mountains and Waters Sutra is you know was written 800 years ago right close to it and really what he's teaching about here I think is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you know every mountain is different everyone's unique the flora and fauna that grow on each mountain the the micro climate ecosystem of the mountain is different from one to the next but at the same time all mountain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what a mountain is when we say mountain right so there's some unity there's some uniqueness and that's why I just thought it's worth I'm not really going to talk much more about that at all but it's important so I think of the I Ching more as a wisdom text than a divination text I'm not really a religious studies scholar I'm more of a historian and interdisciplinarian and interculturalist but you know again this Buddhism Daoism Confucianism they're embedded in my you know because this the I Ching is you know the I Ching starts around in the Shang Dynasty you know 5,000 years ago right the earliest sayings a lot of the sayings the lines the lines of the I Ching are sayings from Shang Dynasty advisors to the to the rulers and then it's the Zhou Dynasty that gets rid of sacrifices and using turtle shells and starts to use the yarrow sticks and so every you know dynasty every generation is adding another layer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to the I Ching and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a different view and that's that's very important this this is the grave site of Confucius in Chufu and I highly recommend people visit Chufu it's a beautiful place the the forest around the cemetery is full of like 500 year old cypress trees it's really beautiful place циям天合覆 아 tu 造 Ca 登 侄 ARA 穣天合覆 叫 拖 smok 水 玉 殉 繁 conquered 水 鍋 vacc Kazakhst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